克兰芝农场的接驳巴士服务今天最后一天运作 克兰芝田园协会指出 这主要是因为乘客人数减少 但在今年底 克兰芝一带农场的访客人数就同比减少约两成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克兰芝农场的接驳巴士12月31号最后一天提供服务 克兰芝田园协会指出 这是因为乘客人数减少 司机人手短缺和成本上涨等因素 那些家庭要带孩子来是的确的不方便 要等一个巴士很久的 要来回都是很久的 夏市牧羊场两个月前 搬到位于梁州湾的新地点 农场对面的巴士站 只在星期天和公共假日才有巴士服务 业者说约四成访客没有开车 我们现在在跟克兰芝协会在谈 看有没有办法跟政府部门张亮相 我这边是925 林处港那边是975 看这两个巴士可以加几个巴士 还是可以延长他们的服务时间 还是呢 看我们又是跟以前一样 农夫们套药包 聘请一个shutter service 这家农场就自己安排接驳巴士服务 但业者说这项服务每个月的费用高达五位数 对很多农场来说负担很大 目前克兰芝田园协会正尝试同其他巴士业者 以及政府部门商谈 希望提供更多交通选项 但协会指出关键还是得吸引更多访客 协会计划在2024年举办更多活动 如1月27号的大型农夫市集